欢迎收看快速RT 这是一当面向所有人的游戏流程攻略节目 本期游戏为精灵战技 由于跟克罗瓦梅尔之间的对话 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世界观以及剧情 所以我们这里重新开了个档 那么这个档的话 我们将会只派韶药一个人前往 去不休者之间交涉 那么我们这次也是把韶药 换成了冰属性的矛 另外装备了一个战争领主 也就是增加我方近战单位的一个攻击力 另外是我们只有一个新党 所以我们也是拥有了一些新的精灵 比如这个平地扫荡者 他的基础能力跟古仓收割者差不多 区别是火属性 另外他的这个等待技能是圣怒 并且他的协助是加我方攻击的 翼文方面是差不多的 都是夜之狩猎者过去为太塔门看家 另外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牢骚兔的傲属性叫做黑足 这个是一个不能加血了 但是他的攻击可以进行连携 那么在范围内的 可以最多联系到额外的三个目标 也就是最多打四个 那么这边的翼文也是一样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 就是这个龙幼崽 这是一个地属性的龙 基础属性跟火属性的龙是一样的 区别是在于它会 它是地属性 那么攻击是施加一个毒属性的诅咒 另外就是它的协助改成了一个增加护盾 最后这个是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精英装甲兵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地属性飞行单位 近战 同时它的协助是可以把协助技能 施载在自己身上 它的协助是增加13点护盾 也就是平常如果不能进攻到敌人的话 尽量还是跟着大部队走 给队员加护盾的同时 也可以给它自己加护盾 另外它有一个常驻的buff 那叫做歌唱诅咒 这个是增加75护盾的一个减免 以及50点抗性 它的等待技能是加8点护盾 当然了肯定不如它的协助效果好 那么有关译文则是 它是精灵中的战士 他们从小与自己的甲虫一起长大 并与其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如果精灵或属于自己的甲虫死亡的话 另一方就会因为这一联系而很快死掉 那等于是互相之间是一个共生关系 请跟着是这个土属性的白骨普通 名字叫做矮人骨 它的攻击模式有所改变 与之前攻击临近所有敌人不同 它是一个面朝方向的扇形的攻击 同时其他的方面就跟白骨普通一样 也是生前未曾守护珍贵之物的一个战士的灵魂 那么魔偶的水属性则是一个名字叫做幻子的 它是变更成为可以像黑族 就是奥属性的兔子一样 是一个连锁攻击 同时它的可以回护盾 但是相对的 它虽然有基础护盾 但是它不能够进行模仿 只有模仿玩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模仿玩偶这个冥想的是回复自己35%护盾 可是它实际上并没有护盾 那么这个的话就需要搭配一些可以赋予护盾最大值的召唤兽 或者技能一起用才比较有效 那么我们接下来这边应该就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召唤兽了 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开始下一张 就是去黑水沼泽 注意这一天是火之日 那么重新来到了黑水滩 那这次是我们一个人来 少要一个人来之后 也是前面的对话是一样的 但是相对应的 因为我们跟手的约定 没有带其他人过来 所以这个不朽者也是 愿也是接下来 认为我们愿意跟他合作 那同时想给我们看一些东西 但就在这时那之前那样的一些这个水精灵呢 也是跑了出来 这个精灵的话肯定不是我们少要带的 那是不朽者作为一个强大的魔女呢 他也是能感知出来 这些家伙并不是少要的能够就是控制 他也试破了 这是一个群体隐身法术 那么作为一刻消遣吧 他也希望看一下我们少要的能力 那么在这关中我们少要的话是可以召唤精灵 但是无法再带上队友了 也就是我们首领单位只有一个 所以这里要注意 这里的话带一个这个 把这个装甲兵再带一个魔偶 另外一个的话可以带一个会飞的单位 或者是建议是带一个黑族 或者是别的什么都可以 我们这边是选择了带黑族 他的话是一个连携攻击 可以去到攻击到四个目标 在敌人比较密集的时候也是还比较好用 虽然攻击力相对较低 那注意 这里的话虽然我们只有少要一个人 但是也不要往右边走 因为右边的话有一个这个女巫 她是会她的攻击是可以击退的 是一直会把我们拦截下来的 那我们少要来到这个位置以后 这个乌龟会下到水里面 她作为一个单位会挡在我们的背后 那么这个时候女巫的攻击呢 是无法把我们打到水里里里去的 那我们现在少要站的这个位置 四个方向都是有陆地的 其中一个方向都是有陆地的 四个方向都是不会掉到水里里去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背后有敌人做阻挡 另外一边的话是两片陆地 剩下一个是由我们的队友进行阻挡 之后的话兔子来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安全 所以打到水里里去 可以看到她的攻击是这样子 可以进行连锁 每次的连锁到下一个目标 都是连锁的目标的范围三格内 我们有下一个目标 最多连锁三次 也就是打四个目标 少要讲成冰锚之后 是可以像骨汤收割者那样 直接穿刺到敌人背后的 这样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梅尔她的能力吧 她是一个远程单位 像刚才那样用手枪 但是要注意 她的等待技能是会随着每一天的变化的 那今天是火制 所以她是附加狂怒 火属性的等待技能 另外由于她自身是水属性的 所以她的反应技能是安宁 美合了回护盾 虽然她是一个远程单位 但是因为她拥有着鲁米的短戒 所以她也是可以像近战一样 在别人身边的时候 帮助队友发动连击的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她本身能力还是可以的 所以那边的单位比较少 我们也不不管她 这里的话 由于水属性是直接被冰锅拖进 也是一个穿刺 直接把后边的牢骚兔代表 这里是由于对方的一个 这种那个 无形的攻击 拼命钻甲兵虽然说 有很强的一个防御能力 但是她自身本身是属于一个 这种就是 飞行单位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操作的 这个其实是模仿的 她自己是不带这个 歌唱魔法的 就是她没有那么强的 一个护盾减伤 护盾减伤 她有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非暴击攻击 本身是有50%的减伤 然后如果再加上这75%的话 那么对于 呃 非暴击情况下 有副盾的单位的话 其实防御力是会增加很高的 对于后期一些敌人 如果伤害很高的话 我们尽量要考虑使用 护盾来击抗她的攻击 比如后面我们要对抗的这个 打购 当然这都是后话 千万不要站到那个水果的位置 会被这一个鱼 直接打到水里去的 那么对于不会游泳 或者是飞 这种路线单位的话 那直接就是被干掉的 虽然说这个手鱼 是被干掉 但是你直接进入倒地状态 那梅尔这边的话 不用担心 她自己由于是强大的一个巫女 所以魔女嘛 所以她的能力还是够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 首先还是利用这个魔幻手 把旁边的这个极限点数拾取一下 增加两点极限点数 这样我们还差两点就满 那在这里的话 直接一个探索 干掉 也极限剂也是准备就绪 那接下来的话 这边两个竞云装脚冰直播 去过去 帮助魔女把这一个 就是这个魔怪女的鬼 之后这边的话 比较有问题的就是 这一个 嘴面挖 都没关系 那魔女也是 把魔女也是看这个时候 直接是把残血的带走了 好的 变换一下自己的位置 她这个连锁的话 是默认的普通攻击 就有这个效果 必须要像小脸 而进行转带剂 由于存 我们升级了这个道具 也是以后果的攻击 好 那么撑过这个回合 接下来这个勺药也是追 先给这个加坑血就可以 看上给谁血比较少 她就直接给这个黑竹加一坑血 然后少要来到这个位置 直接过来 像一个灵魂新星 把这两个一起带走 冰属性的魔法的 技能的视觉效果 相对来讲是 法术状比较 状比较好看的 还不过比他更好看 我可以觉得是一个 火焰属性的火灾 那个的话 就是相对来讲 就比较多 我们接下来 先不管怎么样 这边的话 其他的人先走一下 你的道具 是不是都无所谓 也都是顺路的事情 敌人剩余了 就是一个牢骚兔和一个女巫 女巫最大的威胁的地方 就是在于 她能把我方单位 打到十里面 所以自己的站位 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这种飞行单位 就无所谓了 飞行单位 重点麻烦的是 这个牢骚兔 她的攻击是无限的 尽量不要让她 从高处往下攻击 可在本身 鸟看就是增加一倍的伤害 再加上利用 本身那个红性攻击 就是对飞行单位 有一倍的伤害 那么再加上鸟看的 就是这种 大幅度的加成 也是非常伤的 所以虽然没有带着风水性 不是克制 但是地水性的话 一样是可以 造成比较多的伤害的 这个女巫 被打到半死 接下来看她会怎么反 这里我们要注意 就是精英装甲兵 如果说我们想一直保持 她身上的这一个 歌唱魔法的效果 不断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 对她使用其他的魔法加成 会被 会抵掉她这种性能 当然如果她中了主招的话 那也没办法 我们说是先 都先解诅咒了 那么这样我们直接是 过来先拾取一下 这个浮温石 然后牢骚度 注意站位 这里步行单位 一定要注意站位 这里先在这儿 直接过去 有可能一下戳不死对方的话 那就会很麻烦 等待我们的这个装甲兵一起过来 一起连击把这个女巫 这边提借给她 围有意义和秒叫 这里的话 女巫的回血 并不是她的默认警 而是她现在处于这个原始诅咒 就是脑袋像花黑那个状态 这个是个buff 会对单位进行某种特定 某种情况的一个强化 那么这关就这样子解决 注意千万开始的时候 选择攻击方向 一定要是向左边 而不是向右 向右的话 很容易被打到水里面去 我们尽量要上到这种比较宽阔的 平坦的陆地上 当然如果我方都是飞行 或者是会游泳的单位的话 就无所谓了 这里的对话跟之前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克罗瓦梅尔 也是提出来了一个概念 就是叫做猎息疾病 他叫我们过来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 并且去调查这件事情 但是少药并不是很清楚 所谓猎息疾病是什么 猎息疾病的话 就是这个梅尔也是解释了 就是世界俯视 就是当这两个世界 没有正常融合的地方 在它这个猎息的边界上 逗留过久的生物就会被腐化 腐化的生命 虽然会获得一定的能量 但是这个力量 最终会把这个生物 干掉 直接是导致这个生物的死亡 那在交代完这一切的信息之后呢 也是前往下一个章节 依旧是对抗打共祭司 来到黑水滩二 那么我们当天要注意的是 由于我们队伍里面 装甲兵是飞行单位 所以现在比较有威胁的是 左边高柱的那一个牢骚兔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看这里的话 还是一样的 举及对方是发现了 大量翅膀被撕扯下去的精灵 好像是都死掉了 但是这一次由于我们有不朽者在场 所以剧情会有所变化 可以看得出来 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确实这个就是在向克苏鲁神话致敬的 现在一提就是这个祭司 如果从背后看过去的话 就是一个张仪的造型 那我们这里的话 更换一下我们的这个召唤兽 把这个黑毒改变成这一个魔怪盗贼 然后加一下点 加完点之后是卡牌方面 我们这次换成风暴属性 风暴的这个龙血风 这里这个宝箱 这个宝箱依旧是不朽不服 我们还是要拿的 之后这里要注意 啥要先不要移动 先把他的回合过掉 过掉 然后让这个魔怪盗贼上来给他加一个加速 魔怪盗贼是风属性的嘛 协助就是加速 直接冲上去 一发把这一个牢骚出带走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的精灵装甲兵被重创 之后这个装甲兵来到一个合适一点的位置 等待就是罗偶的一个魔法 这样我们拥有两个装甲兵之后呢 优先让这两个装甲兵不停的给 这个啥要叠这个 叠护盾 叠这个魔法护盾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关没有 我们不像上一期 上一期是有着大量的这个宗谷 可以进行克制的压制打法 那我们这一次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风属性单位 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还是要依靠 少二这个兵属性来进行克制 那么方法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这两个装甲兵尽量跟上少二的速度 然后在接近战斗之前呢 我们这个装甲兵不停的给他叠护盾 叠护盾同时也是在给装甲兵自己叠护盾 当叠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这个护盾很难被打破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向前进攻 对方并不是克制地数轻着火 并不是克制的地数轻 那就是追寻一个怪物 所以不用担心 因为暴击的原因导致一个护盾快速被消失 那这里的话我们往前走一格 因为可以看到刚才的情况下 我们走一格就没有办法靠近那远处的那个首领 那么接下来就看那个首领会怎么移动 如果他停留在那里不动 当然是现在他是直接移动了 回去以后给这个劳骚兔加了一个机力 就加了一个霸 没有关系的我们就从上边撤下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主要就是近战当中 从高处的话太高往下打 是打不到的 这里是直接一个魔幻手 先把这个不朽的功夫拿不朽的魔法拿出来 然后我们直接下去 那给这个盗子里加一个冰盾 加冰盾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给他提升能力 而是我们的这个勺药 只要是有协助或者是攻击或者是被攻击的动作 都可以叠加他的这个极限值 那注意这里我们使用了这个加速以后 那么这个专甲兵身上的那个歌唱的魔法效果就消失 所以这个加移动加速 这里如果说各位就是在后续的观察 为了这个蝶护盾的一个防护效果的话 所以还是不要用 这里的话我们这边这个魔幻猫和这个牢骚兔是过来了 我们就先解决了他们 这两个女巫的话还是一样的 他们不会很快的过来 就是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持枪的这个异兆突破 也没过来 还是会给你个人加Buff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先把这边的这个解决 这里啥要移动的位置不对 应该是只往那个鬼边挖左手边那样 可以直接穿刺到两个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直接干下来 而且这一次运气比较好 直接掉了这个东西 那么持取一下 顺道把我们的这个打一下 之后是这一个家伙 之后是我们的牛怪盗子 也是开始跟大部队会合 这样连击 远的攻击加一个连击 是直接把这里的这个敌人带走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向这个Boss这个方向前进来 啥要注意 因为只有他有克制 所以他如果进入到了极限技的话 我们尽量还是挑一个好一点位置再说 之后这里可以走左边的道路 也可以走右边的道路 建议是走左边不要走右边 右边的话是两边都是合 很容易被打到钩里面去 走右边是容易打钩嘛 走左边的话毕竟还有个墙 虽然有精灵炸弹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护盾蝶的相对来讲比较多 问题不是很大 这里的话这个魔怪到底想要给这个梅尔加个加速 就这样梅尔给自己释放了一个等待机 狂怒 Boss又再次招了一个小怪兔 这里没有关系 不用管他们 他们加Buff就加Buff 反正我们有冰属性的克制 基本上接下来等一会应该就能 接下来可以使用这个狂风卷轴了 但是我们先往前走一下 我们在这个位置 换到这个时候再使用 这样的话尽量的干掉对方的这个前沿的小兵 就干掉前沿小弟 这个魔法本身伤害对不是很高 把这边继续两个装甲兵比较护盾 这个魔法本身伤害对方的主要是有冰属性的 好的这样敌人的Boss这个祭祀也开始向我们方向移动 可以看到当我们截到一定长度的护盾之后 敌人的攻击就开始变得没什么力量 我们有130点护盾的话 他这个伤害只有10点 护盾的话确实就可以比较很大 比如像减伤这个也是要经常要利用到的 把这个蓝色的莓果拾取一下 所以再增加点护盾 当时回点血 另外就是我们使用魔法的话 是可以获得经验值的 接下来的话 先跳过少二的回合 他的回合现在已经可以使用魔法 利用这两个装甲兵 装甲兵直接把这一个兔子放 然后少二现在身上是带着加速技能 他是可以冲到就是这个祭祀 打过祭祀的面前 直接冲到这个祭祀面前 由于是现在已经是加强过了的灵魂星星 所以攻击范围更大 直接一个冰属性的暴击 迅速的干掉了三个小兵加成一个祭祀 这里的话还剩一个魔怪蛙和一个不会使用魔法的 注意就是说这种拿枪的还有那种女徒匪群的这种扔火焰瓶的 他们是不会使用魔法的 所以不用担心 他们在这个突然使用魔法把这个技术给剃除了 那这里是直接戳刺一下 因为我们反正过不去 直接戳刺一下防止 等一下两个人跑回来给他复活了就好了 这里对方也是准备好了这个极限剂 没有关系 他的极限剂是燃烧弹 是一个十字形的一个爆炸的 火焰伤害的 这个时候由于血量不多了 那我们的梅尔待会儿也是能帮我们直接把这个交换解决的 就这样 这两个首领同时被制服 我们也是获得了额外的经验奖励 当时这一关也是胜利通过 就这样 我们再次是来到了战后 这一次的话 由于有不朽者的不朽梅尔的一个存在 所以他会帮助我们开启一段隐藏的剧情 一段格外剧情 如果他不在的话就会没有这段 他这里来提示我们 这个仪式是利用这些精灵的翅膀来转移力量 同时他在旁边的这个旁边倒地地上的精灵 发现他还有呼吸 好 由于上一次我们的队友并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也就漏过去了 这里面也是提示了 阻止打工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确定要花这个时间 还要浪费这个时间来救这个精灵吗 但是少要的话肯定是不可能的 少要是那种 我估计少要是那种 即使面对电车难题 也是我当前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 现在只能说是利用当手下有的零件 做了一个维生装置 帮助这个精灵暂时的维持生命 这个东西可以把法力转移到这个精灵的体内 确保他还活着 但是由于手段的零件并不足 其实我们有很多零件了 这里这个问问号也是说他该怎么办 当然也是因为这句话 少要还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他需要去想出一个更长久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尽快的去阻止 这一个黑水坛里面的这个达贡以及达贡祭祀他们所要干的事情了 不过这个东西的话难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大 在这之前的话我们先对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刚刚获得的那个鬼面蛙的那个能力吧 还有一个刚刚获得的一个新卡片 也就是那个不水 鬼面蛙的话是一种水属性的一个单位 他的话是前两边都有一张脸 我们现在看到他是他腹部的脸 等一会的一文里也能写到 这个是一个会游泳的 剑是个攻击的 这个的话是他的协助是会影响到周边的区域的 那么在 史前精灵在他们的胸膛上计划出了一张虚假的面孔 他们的真实面孔同时在看着背后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他的召唤上线要求太高4点 这个就比较麻烦 另外这个不朽的话就跟我们之前获得的是一样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么先去绿宝石秋灵那里 或者是刷一刷 然后再准备去黑石台 解决达贡和达贡 他们这个的一个麻烦吧 那么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游戏流程攻略 欢迎关注三连 您的关注是我制作视频 最大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